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了 这是一个叫做Urban Nature Store 一个小商店 这家店位于Pikrin 我会把它的地址放在下面的Description里头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看 在经过店主的同意下 他允许我在里面拍视频 所以我们进去看看 这个店里头有不少小玩意儿 很有意思像这个风铃 这都是很好的Quality 声音美极了 还有像这个Bird Bath 这个是用花岗岩做的 店主说这个是可以在户外过冬 但是也要小心一些 为了安全起见的最好是不让它有积水 把它卸下来 它这个上面这个Top 是可以和底下是分开的 可以把它放在一个没有雪的地方 无烟下什么的 这样的话更安全一些 但是这个店主说 这个不会crack 不会垫 不会冬天被冬裂 看到有意思的东西呢 我们都想看一下价钱 我们看看啊 这个是200块钱 这个是200块钱 199加元 这里是多伦多啊 Pikrin是大多伦多地区 这个呢稍微大一点 也厚一点 312块9毛元 这个价钱呢 根本不可能阻止我们来逛这个店哈 可能会呃 不太会买 但是呢 这是店很有意思的一个小店 所以我们一定要来看看 如果要是方便的话 离着近或者是顺路过的话 呃 类似的店都应该去看一看 比如说吧 这个这个小玩意儿 这个以前我们介绍过 就是密封住的 或者其他小昆虫住的 你看他 他这个是用一个树 真的是树干抠出来的 呃 他的价钱呢 看看26 你要在Costco可以买到一个很大的一个 才20块钱 这个不是Point 他这个做的比那个 这个我觉得need多了 好 接下来我会在店里逛一逛 给大家看看我感兴趣的东西 啊 顺便如果有机会 我们看看他的价钱 作为一个参考 还有就是这个店呢 呃 你比如像这个小石头 这个有意思吧 很有意思 嗯 放在院子里放在花园里头 放在花坛里头 蛮有趣的 呃 对于handy man 就是啊 动手能力强的人 handy man handy lady 嗯 可以自己做啊 找个石头 切一半 刻一刻 就说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找到很多 呃 花园装饰品的idea 就是帮助我们在家里自己动手做 这里有一些应该是给昆虫住的房子 你看他上的画的多cute啊 还有一个小bug 还有一个小bug ladybug 嗯 这些是给哪些昆虫用的呢 我不知道啊 如果你要有兴趣呢 其实是在这种店买的好处比比你去像肯尼迪泰尔或卧马特 你买类似的 可能便宜一点 但是你不知道干什么 店员也不会帮助你 但在这里你可以和这个店主 我相信他一定懂这些 你可以了解到很多知识 很有趣 好 刚和店主谈了两句 问了一下这是什么呀 ok 给大家说一下啊 这个是给butterfly的 这butterfly house 嗯 他建议 在这个 这是他的门口啊 大门 butterfly的大门 或者是毛木虫 嗯 要放一些小树枝 小枝叶 便于他们爬进爬出的 啊 这个是什么呢 嗯 上头画一个ladybug 这是ladybug的house 啊 有意思吗 所以到这种店来 一定要和店主聊聊 你买不买是次要的 聊一聊多学点东西 很有意思 这里是给hummingbird 就是蜂鸟的 喂食的 feeder 嗯 很多店都有了 但是这里的你看 嗯 做得很精巧 很精细 很unique 嗯 如果你想 家里 这个也是个装饰了 在院子里头 做的unique也是很重要的 当然了 能够把蜂鸟吸引来 多伦多有很多蜂鸟啊 鸟子是仔细观察的话 一定能吸引来的 你家里要多种红花啊 这就能吸引来 吸引蜂鸟来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要想再增加这个 boot feeder的这个装饰性 可以考虑这种特殊的 这些特殊的boot feeder呢 也能看出这个店主 花了多少心思到处采购 收集这种特殊的boot feeder 这是要感谢他们 让我们开了眼了 到这个小店里来 就可以了解到很多的 不同的地方的东西 现在还有更多 给不同昆虫的小房子 看看这还有圆的 这些就是看到这些 精美的 这是手工艺品啦 制作的人你也可以想象得到 他们对大自然的了解和热爱 做出这么有意思的 有很强的装饰性啊 你看这个 有很强的装饰性 而且也实用的 可以给你花园里的昆虫 一个更好的家 舒适的家 花园里的昆虫很重要啊 这些昆虫就可以帮助你 花园达到一个小小的生态平衡 害虫异虫互相抑制 达到一个平衡的境界状态 就省去很多的麻烦 这里还有很多沙虫剂 在花园里头少不了用 你在普通店呢 你可能就只能看标签 买了就完了 管不管用 好不好用 不知道 但是在这里呢 你可以和店员店主聊聊 这样的话就能了解更多的 关于昆虫 沙虫 control 这方面的知识 了解知识了解的越多 你就会越喜欢 这里还有更多的bird bath 很意思吧 看看价钱 108 然后这个 cute吧 大眼睛 这是灯啊 应该是太阳能的 这里还有一个微型的bird bath 你看看这是毒尖吧 一只鸟一个小槽 有意思啊 这里还有更多的bird feeder 看看这个是谁的家 蝙蝠侠的家 哇哦 很有意思吧 这可能不适合在城市里头 也许适合在cottage 那么如果你要对家里养点蝙蝠感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问店员呀 问问店主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要防止disease 比如狂卷病啊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应该是安全的 嗯 这里有很多各种各样的bird house 突然看见这个了 哈哈 这是孙悟空的吧 好了 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 真的是觉得很幸运 能够有机会来这个小store 叫Nature Urban Nature Store 来转一转 并和店员 前面两位 左边的和右边的两位 和他们交谈了一下 学到了不少新鲜的东西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欢迎订阅 这是一个养花园艺的频道 也欢迎点赞 也欢迎你留言 咱们大家多多讨论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